波桃起伏 風雲詭譎 簡直是凶險無比 天啊 當時所有的報紙全部是錯的 他說這是第一次有人 寫出這個真正的真相 我們如果沒有寫這一本書的話 整個歷史會扭曲成什麼樣子呢 當時的媒體 以及被操弄的媒體 電視全部錯的 你可以想像嗎 蔡英文找他去了總統府 他想要說服陳偉招重啟臨選 陳偉招反而要說服他 來解決這個問題 結果陳校長說 可不可以叫司法單位節制一點 他說他到處約 約詢我們的林選委員 還有我們台大教授 讓台大教授感受到心裡很大的壓力 你知道蔡英文怎麼回答 非常 我真的非常謝謝管爺來找我 寫這本書 因為他剛開始來找我的時候 我還在想說老兄你文筆比我好啊 哪需要我來寫呢 我真的跟他這樣講 我說我可以幫你一個忙就是 我是為報道文學嘛 我幫你寫大綱就好了 那你來寫 他後來還繼續跟我講說希望我來寫 那結果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就答應了 然後可能因為太爺門了 他用爺門講話我就不好意思不葬藝了 好 結果呢我一開始採訪我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那個過程真的太痛了 我還記得我在他家前面有一個草坪 我們坐在那裡談的時候 他很驚嘛 爺門要很驚 然後他就也不太說什麼 他就很說好事情的過程就這樣 那我說你可不可以把大事記寫出來 後來他就寫大事記 但是很久以後他才跟我講說 阿杜你知道嗎 寫大事記的時候 我的記憶回到那個每一個時間點上 每一個時間點都是很痛很痛 他光是在寫大事記的時候 往往會痛到晚上睡不著覺 即使四隔四五年之後 所以我就說這個傷害實在太深 而且在訪談的過程中啊 我可不可以寫作者可以洩露一點機密呢 我在訪談的過程中我跟 我跟鍾敏兄我們兩個慢慢聊的時候 那他的夫人達敏 他有時候會在旁邊停 有時候會幫我們準備茶水果 那有一次我們談到中間停下來 達敏剛好拿水果出來 我忍不住問說你那段時間作為妻子 你怎麼度過這段時光 他生病然後要照料他每天要照料 所有的事情 而且外面所有的風風雨雨打在他的身上 他才開始訴說說那段時間 他們怎麼遭遇到所有的這些苦難 每天到醫院去照顧一個病患 然後外面的所有的攻擊進來 他希望把他平擋掉 來照顧這一個 外面大家都以為他是男子漢的一個大男人 他事實上在家裡他脆弱的像一個孩子一樣 就是遭受所有的攻擊 因此從那一刻開始 管爺才真正卸下他爺們的心防 開始跟我講起那段時間以來 他所遭受到的這些苦難痛苦 以及內心所有的那些掙扎 我想我們的朋友如果看到書的話 你會覺得很驚訝 因為我們很容易把歷史給遺忘 就是事情都過去之後 好像都過去了 於是大家覺得都過去 但是當時的發生是 一個禮拜這裡一次那裡一下這樣 點點滴滴 你不會覺得怎麼樣 可是對當事人來講 每一天都是折磨 而我們都遺忘過後 你如果把它累積起來知道 那是多麼可怕的折磨 四年多之前那樣的一個歷史記憶 你把它整合在一起 你才會知道它有多可怕 朋友看到這個書每一次都跟我說 他波濤起伏 風雲詭譎 簡直是兇險無比 所以不只管爺 我相信台大的許多老師教授 以及支持他的學者 包括清華大學的 還有許多其他學校的學者 一定感受到那種風雨 兇險 然後那種簡直是不可思議的 兇險的時代 那麼我這一次有機會寫出來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 我們在編輯的過程中 然後我就把稿子交給編輯 編輯是一個年輕的編輯 他在做的過程中 突然改了一個很關鍵的字 什麼字呢 台大校長領選分兩次 兩輪嘛 第一輪選出來 選出來之後管中民12票 然後另外兩個人是候選人 陳還有周 張 然後他們兩個各自9票 然後陳洛水是7票 周美穎是5票 我就把他寫好 可是那個編輯說不對啊 阿杜 陳洛水應該是9票 所以他把他改成9 我說你如果三個人9票 最後只有兩個人先PK 然後再跟PK完之後 就是陳跟張PK完之後 再跟管爺選的話 我說那整個一定是江湖上 心風邪雨 那誰改了這個規則 誰幹了這個 我們就變成整個選舉過程 陳偉招是違法的 好 我說你憑什麼改 我說你不能改 他說 你知道我騙查所有的報紙 沒有人像你這樣寫的 沒有人寫陳洛水7票 天啊 我就想說 當時所有的報紙全部是錯的 我就已經來不及查 當時到底有多少報紙全部是錯的 而是在這一本書裡面寫出來他的真相 所以編輯跟我說 這是第一次有人寫出這個真正的真相 因為當時一選完很多人就說 最後是陳洛水跟管爺兩個人一起選的 你就知道說 我們如果沒有寫這一本書的話 整個歷史會扭曲成什麼樣子呢 整個歷史 如果你後代的人寫歷史 重新找這些報紙 他發現的全部是錯的 你就知道當時的媒體 以及當時的被操弄的媒體 電視所有的一切 包括報紙網路等等 全部錯的 你可以想像嗎 所以我真的很感謝管爺給我這個機會 我們來把這段歷史好好整理 然後我們把歷史記憶留下來 我當然也很感謝陳偉招校長 我真的很欣佩他 因為我在訪問的過程中 他一直非常溫文儒雅 沒有講過一句很過分的商人的話 沒有 可是他那麼堅定的立場 所以當他講說 我那個時候 蔡英文找他去了總統府去談話 他還想什麼 他說 他想要說服陳偉招重啟領選 可是呢 陳偉招反而要說服他來解決這個問題 結果 陳偉招說服不了他彼此說服不了 最後就算了 但是陳偉招告訴他一件事情 陳校長說 可不可以叫司法單位節制一點 他說他到處約巡我們的林選委員 還有我們台大教授 讓台大教授感受到心裡很大的壓力 這是很不好的在學校 你知道蔡英文怎麼回答 他說還好吧 他只是用證人傳你而已 我聽了心裡一驚說 他用證人傳陳偉招 他都知道 所以我在寫這個過程中 我相信 這書裡面有許許多多的細節 才會把真相寫出來 誰在決定這些事情 誰影響了這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想 剛剛校長說 我們為什麼可以很冷靜的寫下來 就是我們的文筆都盡量冷靜 那是因為我改了好幾次了 我一直改 我希望改到自己是一個沒有情緒的 即使是我面對採訪的過程中 我幾度很情感很激動 然後用了批判的字眼 但是我希望這是對歷史交代的書 而不是一個發洩我自己情緒批判的書 所以我希望留下他的歷史證據 留下歷史證據 而且我也希望說像 在這個過程中奮鬥的每一個老師致敬 我也希望能夠把那些作惡的人的臉 他的言行給留下來 我覺得我希望留下一個紀錄是 好這些邪行的邪惡的事情 我們留下記憶讓你跑不掉 你不要以為你今天做了以後你就忘了這樣 這就是寫這本書的過程中 那我想我還是真的在這個過程中 能夠有人有這麼幾個重要的人 把大學的脊梁給停起來 我想管爺是最重要的 那麼陳偉招校長以及台大許多老師 還有各地聲援的無數的老師 包括中小學的老師 乃至於計程車司機賣菜的碰到管爺說 你幹的好管爺 就是一種社會的整體的氛圍 這種氛圍使得我們內心裡面會相信一件事情 相信說這個社會還有一個更橫長的 更高的價值超出在你的權力之上的 那是一個橫長的民間相信的價值 而這個價值是值得我們一起去奮鬥的 也是為這個國家為這個時代我們所能夠做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寫作者的心情 那我想現在應該換當事人來講一講他的心情 好 謝謝 海荒鮑魚乾杯E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跟蜜製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ZTI714 享有折扣喔